娱乐转圈圈 大众的质疑 不管是向思景本人 还是向思景的前男友 未婚夫 在这段时间 都纷纷表示了自己的态度 向思景的父亲 也首次进行了回应 也正是因为 向思景父亲做出了回应 令最开始的受害者张科峰 也再度非常恼火 随后也表示 如果向思景一家人 无人事实的话 他之后 还会曝光更多的信息 甚至来一波录音 以证明自己的清白 让不少网友 纷纷流表示 更加期待后续刮浪 根据岛前向思景父亲的回答来看 网友们也从中 提炼出了几个重点 第一 现在他的女儿向思景 由于受到网友的谩骂 已经产生了 极大的心理压力 所以才选择 不发声保持沉默 第二 向思景之前的身体和精神状态 一直都不太好 抑郁症也是属实 并非为了逃避事实 而虚构的事情 最后 向思景的爸爸 还认为此次事件 之所以发展到现在这种情况 是因为背后有人 故意推动 还表示自己的女儿之前 太过单纯 才导致被骗上贼船 受到这么大的伤害 看得出来 向思景父亲的解释 是完全偏向于 自己女儿一方的 甚至还把向思景 塑造成了受害者 给大众暗示这件事情 并非表面上 看起来的那么简单 即便向思景的父亲 全程在为自己的女儿开脱 想要把舆论引向南方 但也有细心的网友 发现向爸回应中的观点 有很多疑点 事情的真真假假 让人不得而知 不过事实 已经摆在那里了 向思景曾经出轨 以及脚踏 N支传的事情 确实也很悔三观 就算是想否认 也没办法 可就算如此 向爸的回应中 竟然看不出一丝丝的歉意 甚至倒打一耙 甩锅给南方 这操作 也真是挺厉害的 不愧是一家人啊 不管向思景 上没上贼船 现在他的所作所为 也确实给他带来了 一系列负面效应 由于向思景之前 做过的一切事情 都太过于负面 现在也差不多 算是臭名远播了 但作为富二代的未婚妻 他这样的行为 也给未婚夫徐振宇的家族 丢了脸面 不管是哪个家庭 都接受不了这样的儿媳妇法 据知情人士爆料 现在南方的父母 也已经让向思景未婚夫 去到了国外躲风口 甚至已经和向思景退婚了 之前给他的1800万彩礼钱 也会要求被退还回去 看到这件事情 发展到现在这种情况 也算是向思景自作自受吧 原本长相身材都十分出众的他 本可以拥有更好的人生 但却因为家庭教育的缺失 以及人品问题 导致自己落成这个下场 也希望他们几个家庭之间的事情 可以在私底下好好解决 之后也不要再产生 什么巨大的矛盾了 这篇报告完了 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